让赵丽颖吃坏掉的水果导致她身体不舒服 无良节目组能有多过分 在某综艺中 其他人一起出去买菜 留下赵丽颖自己在餐厅中 看到有切开的桃子 赵丽颖并没有多想 闻了一下没问题以后 就为自己做了一个甜品 剩下的还炸了汁 可赵丽颖却不知道 这个桃子是前一天剩下来的 桃放这里边没事吗 桃不行了这个 就不能用了对不对 吃掉吧大家 吃一个吧 我吃不了了 我也吃不下了 好吃 这没地方放进了 我再吃一个 拿个那个保鲜膜 但节目组并没有人提醒她 赵丽颖就这样一点一点 吃完了桃子 直到林大厨等人回来 他才知道 陈丽颖对不起 这可能不行 在其他人煮面的时候 吃了坏桃的赵丽颖肚子突然不舒服了 连忙去厕所 可节目组却丝毫不关心 还把这一段剪成很欢乐的样子 食品问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 并且他们还是在开餐厅的 并不可以拿来开玩笑 众人吃饭的时候 黄晓明才得知赵丽颖不舒服 姐姐下午的时候 把昨天咱们盆生那个桃 小林哥不是不舍得到吗 他就把那个桃榨成了汁 吃了以后现在拉肚子 可里浩飞却觉得比较好笑 对比黄晓明连忙起身拿恶举动 这差距也太明显了吧 过了好久 一脸憔悴的赵丽颖才回来了 看到赵丽颖以后 黄晓明连忙把药给他 拉肚子药 可赵丽颖却觉得自己没啥事了 反而提醒其他人 这样的赵丽颖也太让人心疼了吧